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法宝寺 跟大家结下这个法园 今天讲座的主题呢 是人生处世的智慧 那今天所讲的内容是呢 以古德诗迹 这些诗迹都是过去呢 古代高僧大德 他们一生修行智慧的精华 以及呢 选了一些我们大师开示的法语 我手边呢有两本 佛光山开山中掌我们大师 过去曾经出的《星云说记》 这两本书 里面呢都是啊 七言绝句 都是四句四句 例如春有白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我们耳熟能详 我们人生苦吗 如果苦 应该多多来了解 古德所留下的际语 以及我们大师 为我们开示好多的佛法 今天呢 除了以我们大师 这两本《星云说记》选出了十六首 寄送跟大家解说 同时呢 也要用佛门鼓调 以及我创作几首的曲 来跟大家结缘 也可以说 今天是说唱的讲座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例如我们身体生病了 我们花再多钱 都愿意拿去给医生 因为要请医生把我们病治疗好 但是我们的心生病了怎么办 就需要靠佛法 心病还需要靠心药来医 伟大师尊佛陀 他是大一王 他从人到出家 修行 成道度众生 都在人间 也可以说我们今天 就是在讲人间佛教 因为古德斯基 以及我们大师开示的佛法 都没有离开人间 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容易去了解 但是你要用在生活的待人处事 你生活中遇到的顺境逆境 每个人 人生继续会有所不同 你遇到的一些善恶顺利境界 也会因为你过去生 结下的善恶因缘 而感参恶的果 像我们现在这一幕 这不就是说明了我们过去 跟三宝节的缘 跟古德节的缘 跟大师节的缘 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一段善好的因缘呢 如果不用这样去说 那我不知道 用什么方式来说 现前就是善因好缘 然后呈现了善的果 佛教非常重要的核心思想 就是波蕊 波蕊就是我们对世间 天地间 能够了解 他都没有离开因缘果报 例如我们每一个人 怎么来到人间 就是因为 借着父母的因缘 才来到人间 因此佛教非常重视报恩 要报父母恩 那我们从小到大 除了家庭 父母 抚养我们 那么我们 到了七八岁 甚至于再早一点 就送到幼稚园 送到小学 靠社会的教育 还有我们每天 生活所需 都需要仰赖 世农工商 提供给我们 你看我们只是呢 讲到人类的部分 那么这个宇宙天地间 金刚经说 有卵生 私生 胎生 化生 我们是属于胎生 众生无量无边 所以在佛教里面 我们常在唱四红四愿 众生无边四愿度 烦恼无尽 四愿断 法门无量 我要四愿学 今天各位 也学到了古德的寄语 学到了佛门古调 佛道无上 我要四愿成 释迦牟尼佛成道 他由人 由凡夫到成佛 跟我们一样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希望的 不要觉得自己资质差 甚至于我们比别人早学佛 就觉得了不起 不需要这样 看别人不好 众生平等 越有修行 你越能够观察到 每个众生都有佛性 那我们知道佛陀出生 出家 修行 成道 度众 都在人间 因此 我们大师提倡人间佛教 那我讲题就是 我们在这个人间生活 我们的一生 要怎么生活 就是需要智慧 这个智慧就是佛教的玻璃智慧 世间的智慧 会有可能用到不好的 如果心的动机不振 就用到不好 一般说智慧型的犯罪 那你用到好的 又有佛法 这个就是玻璃的智慧 那我有佛 这个玻璃是佛 他独具有的 是一种了悟 特悟这个世间 身螺万象 每一个因缘 都了解他从哪里来 时间因缘到了 他也要消失了 像我们讲座结束了 待会到九点 各位就要回到你们住的家 所以来跟去 这是一段因缘 但是重点就是 我们今天听到的 古德世纪这些佛法 这些让我们的脑海里面 种下了得度的因缘 其实智慧本来就在我们的心中 这是释迦摩尼佛讲的 只不过是我们一直在追逐 财色明十岁 色身香味处 这些五欲六成 才迷失了自己 其实有时候过得简单一点 反而会让我们自己觉得很轻松自在 东西如果太多 衣服太多 每天忙那些就好 特别是我们要出门 厨柜一打开 一百件找不到一件可以穿 为什么 因为上一回已经穿过粉红色 那么在上一次也穿过其他颜色紫色 哎呀实在是挑不到 一件可以穿 所以每一个月都要花很多钱去买 买衣服 特别是我们女士 像我们出租家人 长山一件 这个海青一件 加塞一件 山衣一波 每天就这么一件 这件是最好看的 大家呢如果平常有时间 我们到场有办八观灾戒 八观灾戒主要就是佛陀 为了慈悲啊 让在家居士向往出家的生活 但是又没有姻缘出家 哎 你就可以透过八观灾戒 一日一夜来到道场 跟出家人学习 过着一种清静的修行 那我们晚上 你看各位 都不会去做坏事 所以身做好事 你们听佛法嘛 那么待会唱古德诗记 你再赞叹如来 这些古德诗记 都没有离开佛法 都没有离开净化身口意 所以说好话 称善如来 普贤十大愿 还有你的心念 都是想到善的 存好心 这个就是真善美 那我们再继续了解佛陀是一位自觉觉他的人间佛陀 他自己觉悟原来贪嗔之 也是一念贪着 才造作了很多不好的业 那么只要能够认清 这个世间的真相 都是我们心去造作 才回到自己受苦的身上 那么了解自己 了解一切的众生 都是这样子 所以佛陀为我们开示八正道 八正道啊 就是缘起中道 缘起中道四个字啊 不得了了 在讲缘啊 我们需要缘分才能够在一起 因为我们没办法看到过去生生世世 也没办法了解未来怎么样 但是我们可以从当下来了解 你学的智慧越多 佛法深入的越深 烦恼断的越清净 你的心中的佛心 你就开显的越多 佛心本来就在你的心中 透过文法 那就可以呢 引发内在的 这些好的慈悲智慧 佛法代表就是慈悲与智慧 因此我要介绍给大家 第一首 祭语呢 就是我们大师的石修歌 这石修歌啊 用在我们生活里面 很好用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 来 一修怎么样 仁我不计较 二修彼此不比较 三修处事有礼貌 四修见人要微笑 五修思亏不要紧 六修待人要厚到 七修心内无烦恼 八修口中多说好 九修所交皆君子 十修大家成佛道 若是人人能实修 佛国净土乐逍遥 这一首呢 我用佛门鼓调来唱 那么希望透过唱 那么希望透过唱 大家能够熟记 大师呢 为我们开示的石修歌啊 用你会唱 要记住这个词 就比较容易 我们可以想想过去 社会一些流行的歌曲 你可能相遇某几首 如果你会唱 就容易记住那个词 好 我们现在请音控 来播放这一首 音修仍我不计较 彼此不比较 三修初始有礼貌 四修见仍要微笑 无修自愧不要 几六修待仍要厚道 七修心里无烦恼 八修后终多说好 有一段剑造 唱 旧旧所交接君子 四修大家称佛道 若是人人能四修 都活过净土的逍遥 大家觉得好不好听 过去如果你们有听过佛门 曾经也唱过古德的祭语 是这样唱的 山是山天天外天就笑 有没有 营外有神仙是吧 就是这个调 33天的佛门古调 那我简单来为大家讲说一下 你们可以看上面的解说 十修歌是处理复杂 人际关系的好方法 那么我分做几个重点 例如第一个和人相处 不计较不计较不比较 能够做到不计较不比较 就是你要一颗心量要很大 包容的心 我常常觉得佛教讲 波瑞啦空啦 比较抽象 但是如果你能够用包容 用包容来比喻 波瑞空 可能就比较有概念 你的心像虚空 你看能够包容万物 那第二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会心活水 这一首的词呢是非常有名的 各位非常熟悉的 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 宋朝朱熙大师 他是理学家也是思想家 更是哲学家也是教育家 是诗人 他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 弘扬辱学的大师 上面 半母方堂一见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取哪能清如许 唯有源头活水来 这是我做的曲 大家多指教 我们听一下 第二 天光云影共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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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光云影 尽 天光云影共徘 天光云影共徘 未來我去拿了心如虛 唯有緣後我醉來 我要唱一下 不然你們以為我是請人代唱的 我最近感冒還沒完全痊癒 我有點牙 不過還是可以勉強供養大家 我剛才說 我的腦筋裡面都是音樂 剛才是一個曲風 我可以現場清唱不同的曲 如果各位看到裡面說 我陪金陪作曲 這個就是我這樣清唱 然後再請馬來西亞黃威雲 再去編曲的 好 我們來試唱一下 把木方湯一間開 天光雲陰空徘徊 問去哪能情如虛 唯有緣頭火水來 就這樣子 其實你們也可以 這一首呢 我們了解一下 陽光 月影 雲彩都一一映現出來 為什麼 因為池塘的水是平靜的 好像一面鏡子 天上的這個陽光 月亮的影子 還有雲彩都會出現在這個池塘 肯定很美麗 我就引用華顏經 我還是找那個經文 華顏經裡面就說了一首記 菩薩清涼月 長游必進空 眾生心構進 菩提月就現前 你的心 這個懶濁 成垢啊 好像一面鏡子 你久沒有去把它服侍 特別灰塵很多啊 或者是生鏽 銅鏡生鏽 你要把它擦一擦 所以神鏽大師說 要實時勤浮事 勿時而尘埃啊 就叫實時勤浮事 菩薩清涼月就是菩薩的心啊 如同月亮 朗朗高掛在天空 必進空 他懂了佛教空性 緣起空性啊 那眾生如果心能夠清靜 哎呀我懂了 原來都是執著 所以幸福在哪裡 幸福是什麼 幸福在哪裡 從觀念轉變 哎呀我太執著了 我的觀念 太執著我的看法 都會別人想 你觀念轉變 幸福就不早自來 他不一定在深山裡面 不一定在這個海洋裡面 去回家到櫥櫃找一找 看幸福有沒有在那裡 可能老鼠在裡面啊 幸福在觀念轉變 所以要轉四層次 轉我們執著的分別 這個凡夫的容易執著的 轉成智慧 佛的智慧 那麼剛才啊 環境就是說 菩薩像是天上的月亮 高高掛在必盡空上 眾生心湖裡的水 如果清淨沒有沉過的話 那麼菩提月光了就會映仙 如果眾生的心地不清淨 人品污秽 那麼光明就不會顯現 佛性就不會顯現 各位都有佛性喔 你們都有智慧 雖然不是啊 當下成佛 但是你們都是未來佛 因為啊 華華經說啊 若人散亂心啊 進入塔廟中 一稱阿摩佛皆以成佛道 那今晚你看我們 剛在稱念佛名 我們就種下了這個得度的因緣 只要我們不忘記 我們要繼續修行 未來就可以成佛 好 後面還有引用了六祖大師悟道 史所說的 何其自信本是清淨 何其自信本不生滅 何其自信本不動搖 何其自信能生萬法 這個何就是原來啊 哎呀我的自信是這樣的清淨啊 所以人心就像那食堂水的一樣 本來是清淨的 只是被煩惱無名的風掀起了波浪 染入了清淨的水性 所以何人大師開悟就悟道了 哎呀我的本性啊 心是清淨的 本不生滅耶 我的心清淨啊 不會為外在的這一些 雲來雲去啊 人來人去而煩惱啊 哎 所以我們學佛 就是讓我們的一些貪嗔痴 那一些是因緣合合的 那是累積 好像我們的水溝啊 酒沒有金 卡了一層垢 現在透過一些方法把它清了 哇 你看我們的腸道能夠暢通啊 肯定你的臉會很好看 這真根根啦 就不用再什麼貼什麼面膜啦 磨什麼蘆薈啦 那是治標沒辦法治本 現在還流行一種什麼小麥草排毒 還有什麼 所以特別每天 這個代謝藥能夠很正常 作息正常 還有什麼 什麼什麼青霉什麼精的那個 你們都比我還清楚 你們最會保養 好 那麼問取哪能清乎 就是修道者的心乎 怎麼會那麼清淨呢 因為人的心像池水一樣 剛才講那個被風 那種煩惱的巨風掀起的 才一時看不到 像水 把它用手弄一弄 或是下過雨很混濁 你看過一段時間 雨過天晶 哇 池塘的水 這個沉垢沉澱 哇 看到魚啊 好棒喔 你看 特別在鄉下 很多喔 青蛙也都叫起來了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了解第三首 第三首是什麼 心無閒思 各位最熟悉 都不用看都背起來對不對 這一首也是我作曲的 這一首是宋朝我們會開禪詩 這是祂所做的 我們來聽一下 來請 春有白花 秋有月 夏有涼風 冬有雪 若無閒事掛心頭 便是人間好世界 便是人間好世界 會唱一首 春有白花 秋有月 夏有涼風 冬有雪 若無閒事掛心頭 便是人間好世界 人間好世界 有人陪 有人陪 左一點點 好 例如剛才是一個調對不對 那我也可以唱不同的調 春有白花 秋有月 夏有涼風 冬有雪 若無閒事掛心頭 便是人間好世界 直接 你們沒聽過這個調吧 對 我就這樣唱 就這樣出來了 或是唱可以慢一點 春有白花 秋有月 夏有涼風 冬有雪 若無閒事掛心頭 便是人間好世界 就這樣 謝謝 你們在家裡都可以唱 像唱其實也是一種運動 你能夠發音 也不要用喊 就是你能夠試著 胸部或是腹部這裡 你唱你的身體血液循環 會熱起來的 這個是一種很好的休閒 特別是你看你在唱 你就要接觸佛法 所以我剛才講 介紹人間姻緣 就是很好的 那我們了解一下解說的部分 這一首 祭語 主要是要我們心中 不要有煩惱的閒事 你看 學學 春有白花 秋有月 夏有涼風 冬有雪 一年世紀 這個更替 世紀再更替 如果我們心中沒有閒事 掛心頭 肯定是人間好世界 最幸福啊 諸位 心中沒有 沒有煩憂的事 那是什麼樣的世界 什麼樣的當下 這樣 這個沒間就不容易老 就不容易老 放開 世間的事是煩惱不完的 我說世間的事永遠做不完 能做得完的是你的心 像你們今晚過來 你看 暫時把家庭事情交代好 處理好 你就過來 帶家人一起來 你看這個 多愜意 好 那麼 解說 無論外境是好是壞 只要心好 心頭 不掛愛是非是 看待人事物都好 從心開始 才能感受到 人間的好世界 六祖壇經說 修行以無助為本 這個無助啊 就是我們心不會呢 執著某一個地方 不會著作 就用剛才聽完了 好聽知道好聽 那就讓它放下了 那麼如果你想要常聽 當然就是用CD來放 那最好是不要去copy 我們尊重版權 講到我們心中沒有閒事 我就要講個故事 但是過去呢 有一個和尚啊 叫坦山和尚 他呢 有一個侍者啊 沙咪呢 就是陪同他 要去一個地方說法 因為呢 下過雨 所以就經過一條啊 這個小溪 好 那這個溪流啊 流水非常的湍急 好 那麼他剛好也 剛好他們正要過的時候 發現有一個女孩子 正要過這一條溪 那老和尚很慈悲啊 因為這個女孩啊 不像啊 這一對啊 這個這個 老和尚跟沙咪啊 這個 這樣很快走過去啊 很有力氣啊 那女孩子 那很危險啊 所以老和尚就慈悲 那你要過過溪嗎 我背你一下 你看喔 平常老和尚都 跟這個侍者沙咪啊 這樣講啊 我們不可以親近女色喔 齒戒要親近喔 那當老和尚慈悲 要背這個女孩子過溪的時候 沙咪就看在眼裡 想在心裡 這個師父啊 平常都 這樣我們不可以親近女色 那自己卻呢 背這個女孩子要過溪啊 因為師父平常很嚴肅啊 這個教育啊很嚴格啊 所以沙咪也不太敢了 說太多話 結果經過了兩三個月 都悶在心裡 結果有一天終於悶 悶 悶的 悶不住了 要講出來了 他就開口說 哎呀 老和尚 你平常都教我們呢 要不可親近女色喔 但是你兩三個月前啊 你自己卻背啊 女人過過溪啊 過這條啊 這條啊 溪流啊 這又怎麼說呢 老和尚就說啊 哎呀小沙咪啊 我那時候只是一念慈悲心啊 我把這個女子背過去也就放下了 你背的比我還重三個月啦 所以各位 你看聽聞佛法多麼重要 你心有著著嗎 有著著就會很辛苦 好 我們呢 右腳跨出去 哎 右腳跨了 我們左腳也要收回來 這樣子才能夠一直往前跨 這個 右腳 左腳這樣子往前走 後腳就要收收 才不會一直往前 好 那我們再來了解 第四首是 我們大師開示的生命之道 剛才那首是辛無閒師 這一首 學習吃虧能養得 人我護掉能慈悲 當然如此能自在 享有就好能藏樂 真好 各位如果覺得很不錯 就可以把 你自己會毛筆 或是用電腦印出來 貼在你的家裡 我要想學吃虧能夠養得喔 人我要互相啊 立場調換 這就是慈悲喔 當然如此能夠自在啊 哎呀 應該這樣做啊 你就能夠自在 那麼這一首啊 我們現在了解一下 吃虧只是一時的失去 但是卻能得到生後的友誼 凡事如果能夠慈悲的 待人如己 為他能著想 當吃虧受苦的時候 用當然如此的心態去接受 不怨天尤人 隨緣自在 所以學習吃虧真的能夠養得 好 那這一首我們來聽一下 來 也是這苦門古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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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西八彭心的調 學習吃虧能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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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我苦調能自悲 當然如此能自在 想有就好能長得 學習吃虧能養得 OK 關起來 謝謝 這個調也很熟悉 是吧 喜發菩提心 蓮花片地深 第一次心朦朦 禮拜 觀世音 後面還有求聰明拜智慧 有沒有 大慈大悲啊 救苦救難 我們大師呢 過去15歲的時候受戒 因為戒師呢 用火 不是用火 用口去吹他那個戒發 所以整個頭要踏下去 後來記憶也有一點失缺 幾乎沒辦法記住 後來就稱念這個 西八彭心 求聰明拜智 後來就記憶 就不可思議 菩薩佳子 這一段各位也可以去看看 大師的往世百語 或是最近出的合掌人生 看有沒有 往世百語應該有 大師過去也講過 好 好 那我們繼續啊 來瞭解 這個 千錘百戀 你們有看到嗎 這一首是人間菩提 那麼剛那一首是人間菩蕊 這一首 前面的我們 前面都是出家 出家師父呢 他們做的 這一首 就是一位 明代的軍事家 他也是詩人 是永樂的進士 就是明成主年號 大概在1398年到1457年 年間 那這一首以石灰來比喻 石灰營 就是在 他呢寫出 余謙 他呢寫出他一生為國家 一種盡忠的一種 生平和人格真實的寫照 就是他認為他不怕犧牲 願意堅守 高潔情操的決心 這一首就是在講他的心情 我們可能也不容易寫得出來 你看他用石灰 用建房子 有的清白在人間 你看粉身碎骨啊 然後打散跟水泥和 才能夠建房子 這一首我用古調 各位如果有到佛門 寇宗祭 有沒有 洪宗出寇 你們有回到佛門上去 寇平安宗 就這個調 我們來放一下 來聽一下 lexia 在 스트� mouth 你寧寻 說 你寧寧 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留得情怀 在人间里 好 请关起来 谢谢 我们看解说 人要像石灰经得起千锤百炼的考验 为了成就佛道 不妨以无怨无悔的精神 留下立得立功立严的清净风范在人间 圆节经说 虽父本来今终已消成就 虽然我们已具备了佛性 佛经里面比喻说 我们的佛性如同黄金 烦恼如同矿砂 我们要体验的黄金就是要把它矿砂 杂质把它去除 虽然我们具备了佛性 但始终还是要经过千锤百炼 烈火焚烧 粉身碎骨才能够消成精 我们的人生有顺境有逆境 当我们遇到逆境 我们来想想余谦送给我们这一首 我有千锤百炼才能够出身山 你看过去少林武功要学成才有办法出山 那我们再来了解下一首 下一首是心悟本然 这首的曲风又有别于刚才那一首 那一首就是佛门的这个鼓调 那么这一首我是到北海道场那边才有灵感的 诸位不是在平地就有的 北海道场在石门乡 各位如果像是佛王山的道场 像一个城堡 那就是很非常的美 这一首是宋朝的慈安守敬禅师所作的 那么我取名为心悟本然 流水下山非有意 骗云归动本如心 人生落得如云水 铁树开花遍界春 来我们来欣赏一下 流水下山非有意 我们来欣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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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云归动本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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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Macken,天云归动本如心 山刀北构种 天药之征 откры算 天地遍之与全约 中文字节想内堆天稍的 好 关起来 谢谢 你们如果有开在那种 这个山巒 山水之间 听这一首就别有意境 甚至于没有姻缘去郊外 在家里听这一首你去观想 也是有别有一番的一种意境在 我们看解说 生活能像白云流水 一样任性逍遥 抛开名利家所束缚 没有自我设限与封闭 随意而安 随缘生活 这时候就像那难得的铁树开花 金刚经新印书说 百花从里过 片叶不沾身 你看 百花片叶 流水下山 片云归动 云飘飘飘飘到山洞 或者是才飘出来 皆是无情 所以我们不需要揽着 哪怕是我们的身体 五蕴 五大元素有色受想形式 色就是我们物质 地水佛风 过去我们在社会都会说 佛家讲了四大皆空 社会都会误认为是什么 酒色财气 不是啊 是地水佛风 得至于灰飘 地就是坚硬的东西 骨头指甲 头发 水 就是流动的 湿润的 潮湿的 火 就是温度 风 你看我们每天要带些 我们呼吸空气 那么 这是物质的 有直爱 好像我们人没办法走过去 会有障碍 那我们的心呢 我们的精神有 你在感受受 你在联想 还有你意志在决定 行 事你在分别 你的意识在分别 所以我们人的五蕴 所以心经说 要照见五蕴皆空 什么叫照见五蕴皆空 你要了解 这个五蕴是因缘所生法 因缘一一拆散分离 请问我在哪里 所以我们死 我们往生后 四大就会分离 虽然很辛苦 据说好像什么 叫乌龟脱壳 我不知道乌龟脱壳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趁现在 要多念佛 多修行 我们就有办法 有那个忍耐力 特别是我们能够 在活的时候 就正入无声乏的 就可以一知十知 要走就走 要来就来 来为众生 来去为众生去 过去古德讲的 有人说 没来没去没事情 他就接下一句 这句是广青老师说的 来来去去做事情 其实 你如果懂佛法 来也没有事 去也没有事 好像春天来了 秋天要来了 春天要走 不然秋天怎么来 春夏秋冬 所以春有百花秋有月 就很自在 我们要 偶尔要学习大自然 所以禅 就如同自然 你看 禅就是艺术 艺术没有固定的像 但却 种种的像 无所不像 很多像 你看每个一张脸 不一样 下一首 人间菩提的第六首 念自心佛 这一首 各位如果喜欢念佛的 这一首是明朝 戴安普庄禅师 为我们所写的 这首也蛮好 定是古调 我们来放一下 谢谢 前面的和音就是黄卫音 他的声音 他的唱片都在风潮处比较多 他的唱片都在风潮处比较多 我无非念自信 自信是否莫他寻 眼前凝书并迟早 终也还能言法依 好 停下来 谢谢 各位如果有听过 我们法师在唱那个 南无阿弥陀佛 如果太高 你可以唱低一点 因为男生女生 Kibbutu一样 好 那我们来了解 这一首祭语 大概在告诉我们什么 解说 真正的念佛 是把自己的主人翁 就是指佛性 把它唤醒 我们成佛 是恢复本能 佛性本来就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只在如心头 灵山如同 我们的清净的佛性 人人人有个灵山塔 人人都有一座佛性的塔 灵山 好像灵山塔下修 我们要好好的来 观照我们的内心 烦恼 重新 产生的 所以 心生种种法生 心灭种种法灭 因为各位 你动念要来听这场讲座 你看你心 产生种你就来了 心生起的 你想要来的 那你们就来 所以种种法生 心灭种种法灭 如果你没动这个念 那你也不会来 但是后面这两句 主要在彰显前面那两句 你来这里听懂什么 心 我了解了 我应该放下贪嗔之烦 这个往戒定慧 戒就是心中没有是非 定就是心中不会散乱 慧就是没有余痴 六徒谈经说 心中无非自信戒 心中无乱自信定 心中无痴自信慧 戒定慧 你看谈经 这个是唐朝 十七也是我们中国 这个非常有文化 代表的一个典籍 六徒谈经各位可以多读 真的开智慧 那我们了解 真正的念佛 就是把我们主人 活性唤醒 只要保有念佛的清静心 极乐世界就在眼前 七宝杭树八功得水 当下就具备 那讲到念佛 无非念自信 大波鲁经说 不圆外境 专念自信 就是我们心不要再去想 去攀缘外境 回忆过去 我们如果遇到困境 那就会 想到过去美好的 甚至于幻想未来 这个 所以 金刚经说 三心不可得 那我们的心 要安住在哪里 安住在死杯洗手 各位现在在听讲座 你就安住在 你这一面 能够听的 我们现在在讲古德诗迹 那么我现在解说 都是我们大师 里面解说的 把它解入 重点 自信是佛 莫他寻 以谭经来说 本性是佛 离信别无佛 意思就是说 你要成佛 你要找佛 往心去找 本性 本心 在我们的心中 离开这个 本性 离开自信 找不到佛 一念修行 自身等佛 所以我最近常在讲 人间有慈悲 处处皆温暖 人心有智慧 时时阶级强 祝福我们 所有每一个人 家庭幸福 身心自在 事业顺利 一切所求如愿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